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出了一个小车祸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发朋友圈 小哥的哪个 我分享也都好窘 不过去西里台词行事都要发朋友圈 是的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说不定有时候还能救你一命呢 小白 我发个什么东西还会救养啊 真的 前段时间了 有个人就是因为发了一个打点滴的视频 逃过了一劫 真个嘎嘎 嗯 不信 看看节目吧 据白鹿视频报道 1月8号湖南衡阳的郑先生 因为赶到手麻前往诊所输液 却发现药水里有结晶 于是郑先生拍了书页的视频发到网上 结果好多网友都评论 说这个药已经结晶了不能打 视频已经发布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好奇 郑先生书页所使用的药物是什么 这个药为什么会出现结晶的情况 结晶后是否影响正常使用呢 对此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的工作人员 也做出了解答 甘露醇是临床常用的脱水剂 主要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脑水肿 降低颅内压 有的时候也可以降低这个眼压 临床常用的甘露醇浓度是这个20%的浓度 通常甘露醇的饱和度为18% 所以这个甘露醇属于一个过饱和溶液 当温度低于20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结晶 当吸出结晶后 静脉低住可能会引起静脉炎 血栓或急性肾功能损害等危害 所以在注射甘露醇之前一定要格外注意 结晶了的话呢 通常可以用这个恒文箱 水浴锅 还有电磁炉加热等方式进行复溶 没有条件的时候呢 也可以将这个甘露醇放在这个热的暖气片上 来预防这个结晶或者是复溶 所以我们在静点这类药物的时候呢 一定要之前先摇晃一下 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结晶 如果有结晶呢 也及时就是停止输液 然后让我们这个医生啊 或者是护士药室等等 把这个药进行溶解之后再进行属住 你看如果不是网友们的热心提醒 这郑先生啊 确实要遇到麻烦了 嗯 不光有碗那个头发 也有全那个网友啊 是的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 这个生病看病呢 尽量去正规的医院 在小诊所里啊 说不定就会出现一些 不正规的用药风险 不要看小病 还变成了大病 嗯 辣的有道理 休想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自由天赌精彩理论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地宝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 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本栏目由 猛奇清血八味片 冠名播出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骨方 专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药清红血 孟奇清血八味片 地宝清血小课堂 是由专制血液粘稠 防止心疼脑梗 中风偏瘫的 孟奇清血八味片 冠名播出 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你有没有给自己的血管添毒 血管呢 遍布我们的全身 血液呢 就好像这个水啊 在自然水管里面 自然的流动 时间一长呢 水管的内壁就有可能出现 这个生锈的情况 如果不及时的除锈 垃圾就会在血管中越积越多 最后呢 就导致了这个血管的堵塞 损害你的健康 想让血管保持健康 我们就要及时地清除这些 血管当中的垃圾 当然血液中的垃圾呢 到底有哪些呢 像我们经常说的 清除这个毒素 很多人呢 都会认为血管中 会有大量的毒素 其实啊 血管中并没有真正的毒素 存在的是身体代谢产生的废弃物 也叫垃圾嘛 对吧 如果我们将血管中的垃圾 进行一下垃圾分类 就可以分出干垃圾 湿垃圾 还有可兰垃圾 这三大类 干垃圾呢 指的是氯化钠 这就是盐分 摄入过多之后的产物 湿垃圾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血脂 当血液中的血脂过高 会让血液变得粘稠 这些像粥一样 湿答答的垃圾 沉寂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 让这个血管变脆 变硬 变得狭窄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身体的血液循环 可兰垃圾呢 指的是血糖 而身体里呢 这个糖代谢发生紊乱以后 这个血糖啊 就无法进入到细胞组织当中 从而游离在血管当中 这样的话 多余的血糖 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 进入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中 并沉寂下来 血管堵塞的程度不同 身体的变化程度也就不一样 当动脉血管堵塞50% 含氧量就减少七成 于是出现了头痛 头晕 心慌 胸闷 失眠 乏力 多梦 烦躁 视力模糊 耳鸣便秘 血压血脂血糖身高等症状 当动脉血管堵塞70%的时候 这个就会发生心脏病 心肌梗塞 心脚痛 脑中风 脑血栓等 心脑血管疾病 在我国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而血里的垃圾 就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缩手 中国有3.3亿高血压患者 1.6亿血脂异常患者 95%的人都对自己的心脑血管系统健康 一无所知 所以如果我们不想给血管添堵 就要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 比如说从源头上堵住垃圾的产生 平时要少吃高油 高盐 高糖和高脂肪的食物 饮食要清淡 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多喝水 避免对血管的刺激 帮助血管舒畅 戒掉烟酒适当锻炼 帮助消耗血糖 降低血脂 再就是定期的检查 特别是多关注心脑血管的健康 这样才能够预防严重后果的出现 你也可以积极地服用猛奇清血八卫片 这一类清血药物 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 净化我们的血液 好了 今天的地宝清血小课堂 我们就说到这儿 感谢猛奇清血八卫片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三高怕脑梗 心梗 中风 偏瘫的朋友 请立即清血 有时我们的爱也带着风险 味动力 清幽爽 特别添加卷曲乳干菌 国家发明专利君珠 常味无忧 亲密无见 君养味动力 是的 做菜要用好油 我选他 他 他是谁 常康 绿泰 双滴 压榨 蔡子油 是的 绿泰 双滴 更放心 更放心 绿泰 双滴 压榨 蔡子油 广告市有欢迎回来 思想万发动 亲爱来不动 好家好玩 好哥 都在提高通告 八道一边 相信好多年 一定都不没想 不过我们好时有这样的吧 有个小朋友也会对我一边 不过呢 现在 随着个个饮食习惯的改变 包括繁金都不懂 小儿童的胃病的积略是越来越高 其中的三比最多的是满心胃炎 我到底是否是利利 大家不要去 我们接着玩 江都的小王最近来到扬州庙寿医院复诊 虽然小伙子今年才18岁 但由于幽门螺旋杆菌作祟 患胃病已有两年时间 医生检查发现 经过治疗 他的病情已基本痊愈 与此同时 14岁的小李仪也因为胃部不适 在妈妈陪同下来医院就诊 检查结果显示 孩子体内幽门螺旋杆菌的数值 大于4已经超标 医生分析 小小年纪出现胃病 可能是家庭内部传染 果然孩子妈妈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呈阳性 医生介绍 平时经常有孩子因胃部疾病前来就诊 原因基本上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 注意跟溯源 发现家庭内部传播是重要原因 据了解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出现消化不良 慢性胃炎 严重的还会导致胃恶性肿瘤等肠胃疾病 医生介绍 我国传统的共餐制饮食习惯导致幽门螺旋杆菌传播呈家族聚集性 常常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 因此如果长期肠胃不适 或者有胃病家族史的家庭要定期检查 同时使用公块避免交叉感染 假装患在这种幽门难为感染的情况下 这个一定要给小孩玩快要隔离 小族不愿 他永远可以交叉感染的嘛 如果说无理 太年鸭牛已经有个这边群了 就一定要处于进行奋餐制 不光是其他东西要分开 餐具也要分开 同时呢 要多数小朋友们 多数牙亲手球 亲从阿Q当中的右门楼过去 前两年已经立顺了 我不晓得各位 感冒关键到够个准点的气息 如果没有关键到备一期 进下个节目 我们就把准点带飞嘎 在我身旁的这位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花艺老师 欧阳老师 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欧阳老师啊 说真的 我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课程 平常呢 感觉要不就是插花课 对不对 要不呢 就是画画课 第一次啊 有这种把这种植物啊 或者是花草 直接放在画当中 那今天我们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 都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工具 介绍一下 好的 像这边的话呢 你们大家这边有一个 像泽泽子一样的状态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我可以打开它吗 太教书了 你可以慢慢地打开它 这里面好惊喜我跟你说 我原以为呢 翻一下是什么呢 但是我一打开发现是 全是花啊 好漂亮啊 花已经在里面了 对 这就是我们已经做成干花的草木标本 我要把它打开了 可以小心一点 哇 我这边来可以打开看一下 哇 太美了 无意 可以可以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干花 可以稍微往前放一点 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是不是就已经是衣服画了呀 它现在这个是相当于是您的这个盒子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边有一个白纸 白纸 我们需要把这里面的干花草木 放置到我们的这张白纸上面 打造成一幅像春天一样的花 哇 真的是 把春天画进这个花里 嗯 是的 那么现在你们手边呢 有一个叶子 是不是 是 我们现在这个草木它是干的 所以它要非常脆弱 我们要轻轻地把它捏在我们的这个画中 就比如说我想选择这朵花 我就把它捏起来 对 好 那么可以把它定为一个焦点 好 可以再把其他的场地去填充一下 看上去很简单的草木标本化 但其实也有讲究 欧阳老师告诉我们 像卢翼的这幅 中间的散装花材 如果直接平铺会显得厚重 而婉晴的这幅 如果将草木的位置调整成西南和东北的位置 会更加呼应 画面看起来也会更协调 所以都要修改 我们的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我特别满意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还是想请老师来点评一下 来 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像这幅作品的话呢 是双面对称 显得非常有规律 对不对 规律规律 对 非常好看 那我们这幅作品呢 是不是我们有一种 还原大自然的感觉 有一种自然风的一种美 那么两种作品呢 都是各有特色 都非常棒 谢谢 也谢谢老师教我 其实我真的发现 就是每个人的灵感不一样 所以我们作画 虽然材料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是的 像这个作品呢 我们现在是一张十 那么后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 用相框 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画了 对 就是变成一个自己的作品 放在家里面 心情会非常棒 小姨 你说 这是不是室内的春天 对 没错 真的是 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不到 外面的那些画在早上 但是我们已经把自己 新空的春天 画在了画上了 其实早上呢 已经有好多学雅画 这切有结果绽放了 如果呢 新鲜一家子 就能发现你都得个美 我们只敢注意到 各个发法 所以只敢喜欢给您 让每个您 都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留一留 现在网上比较留心个 网上此西式 本来啊 各西种好事 但是我发现的最近 好想以为它是编位的 26岁的小梗是一名 社区基层工作者 两年前为了提升自己 计划考取在职研究生 但由于一个人学习 缺少氛围 容易偷懒 他选择使用 线上自习室督促自己 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 微信群视频 投讯视频 互相监督 用它也是因为 有一个计时学习的功能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概念越来越火 就是非常的复杂 各种装扮啊 打扮啊 还需要花钱换皮肤 像个装扮游戏 社交软件 各种聊天 社交 和小梗一样 很多人都是因为 氛围感和监督效果 而选择使用线上自习室 但是如今 一些线上自习应用程序的 学习功能正在被弱化 网友们吐槽 越来越多的交友功能 小游戏设计 让学习软件变成了社交软件 这几款APP呢 是我根据网友们 在社交平台上反馈出来的 使用率比较高的几款 线上自习室类的APP 那么针对网友们 所反馈出来的那些问题 我们接下来 也来实际操作感受一下 进入这款APP 我们发现这里有小学部 初中部 直到在职部 是各个年龄段的用户都有 当然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这里 这里有成衣铺 家具城 那我们点进去发现 这里是设计用户 在APP中 个人形象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套搭配 就会发现 这是需要我们再另外充钱的 再来看看这个家具城 也是需要充钱来购买一些 对我们自习室的装扮 然后我先选择进入一个 初中生的自习室 就会发现 学生们都会给自己的形象 进行装扮设计 那你看包括这些自习室 也会利用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装扮来吸引更多的用户 除此之外 在这个APP中 我发现除了自习区 还有睡眠区 活动区 那进入这个活动区 我们就可以模拟进入酒吧 餐厅等场景 点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这就是一个聊天室 大家都聚在这里 互相认识 闲聊 记者在该款应用程序的评论区留言发现 不少用户表示 学习氛围差 都是在交友 影响学习 课金严重 就是一个社交软件 诱导消费严重 针对当前学习软件 越来越社交化的现象 专家表示 线上自习室 是近些年 互联网家教育模式的衍生品 当前还处在各种功能 服务的摸索尝试获取收益 通过社交感 企图留住更多的用户 不让人意外 但是新功能的尝试 要把握好尺度 如果我们的出发点 初中是自习室 那么它就是一种学习的手机 那么即使是社交 也应该是为了去满足 或者是促进更好的学习 这样一个初始 一个出发点 假如说我们这个APP 它过多的去顶路 其他的一些附加的功能 包括什么交流 甚至形象的设计 它就冲淡了 它甚至是 跟它最初的目标是背离的 根据网友反馈和媒体报道 当前线上自习室 除了存在背离软件设计初衷 社交功能大行其道 还存在着付费监督 行同虚设 自习时遭遇性骚扰等乱象 专家表示 这一系列乱象 其实是网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线上自习室中的显现 这些不良内容 可能会使用户 尤其是未成年人 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 也给犯罪分子 带来可乘之机 如果你这个平台里面 出现一些事情啊 或者说性骚扰啊 这些信息 那么显然会严重的侵犯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如果通过了一些这个 欺骗性的这种广告 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诈骗信息 那可能给用户带来更多 其他的这种人生和财产的 这种安全的事件 要确保你提供的这个服务 是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专家表示 此类主打线上学习的商业模式 若想寻得长远发展 不应一味钻进前眼里 走过度娱乐化和社交化的路子 而是要在用户需求上下功夫 积极接纳用户的反馈 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内容的优化 保障用户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权益 比如说引起一些 实际的学习效率更高 或者更有学习动力 学习目标更加明确的 这些服务呢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 考研的一个在线的知识室 比如说在考研之后 提供一些 比如说调剂啊 富士的这样一些信息的 这些服务呢 这些服务它是比较专业 并且这种服务和当时 设立这样一个 比如说所谓的考研的 线上的知识室 它的目标是一致的 对于我一直年个新的权益 网上仔细设立的一些不良信息 对小朋友的论知啊 确实会造成影响 我建议啊 大伙们一定要干度贯注 一定要选择珍贵的平台 另外 由于现在是想考年过考 知识的朋友们 只送给你们一句话 关于何事 还是要不忘初心 放在时钟 好 接下来我们到天气 春天一到啊 温度就开始飞升了 马上也要当我们进场话 飞蓝店 也要去飞车也要试试看 如果我里有老人干个碗 接下来这个情况 学理型 强带感 一定有可能 一面变得潮湿 出门稍不注意就会被滑倒 不少市民表示 回南天或多或少 对自己日常生活 造成了一定影响 玻璃穿 通通都是水珠 地板也是湿的 昨天都有好多小个涮胶 也很容易早凉 我觉得这个天气 你如果穿少了的话 你等一会又早凉了 穿多了的话又热又出汗 最近的那个被子都是潮的 衣服都是潮的 有医生表示 回南天的饮食应当以驱师为主 可以吃一些山药 陈皮之类的食品 山药包一点羊肉 都是可以的 陈皮可以包一点骨头 下点太子参 因为很多人在新冠后期 我们都觉得很疲劳 这个时候冒虚汗 都可以包一点这样的汤 但是不能太油腻了 医生还提醒 雨雾天路滑 家里有老人的 更要注意老人的出行安全 避免老人摔倒 导致严重的后果 一大陆飞人 一直在套路深温 好多个个 石砖 台里沙克地面 就好容易打碗 所以老人的 这里一定要学习 但是另外 饮食说 也要多加注意 好 接下来是 美味嘎中 马上顿上顿 亲爱的优优优独行 这好安个仔 保证人呐 是叫他闻里过 还没想到闻里 甲鱼生土鸡 需要的原材料有 土鸡一只 甲鱼一只 老姜 大蒜子 青辣椒 小米椒 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甲鱼呢 大概是要多大的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大厨 这个甲鱼呢 就是一斤以上的就可以了 一斤以上的 对 这个比较老一点的时候 那你像我们第一步 要怎么做 冷水下锅 就水开了就可以了 就是煮久了 反而它的油也不好剥 好嘞 血水吸出 沸腾之后 甲鱼出锅沥水 此时 把附着在甲鱼身上的 油脂去除 可以更好地去除腥味 油脂去除后 再焯一遍水 沥水备用 再起油锅 甲鱼块下锅爆炒 翻炒时来 带甲鱼八分熟时 下入鸡块爆炒 之后是爆香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充分煸香 甲鱼和鸡肉水分煸干 香味出来的时候 下入一点蚝油 老抽 上色增鲜 充分炒匀 炒匀之后 再来一点生抽 继续炒匀 之后是啤酒下锅 增添蜂味 觉得菜的色面不够 还可以在此时再加入一点老抽 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 下入高压锅中压制 压个三分钟就可以了 三分钟这么短 你就不希望它的口感太软 是不是 对 它烂得不好吃 三分钟后 甲鱼和鸡块回锅收汁 调味下入盐 胡椒粉 鸡鸡 十三香 下锅炒匀 起锅前下入青椒 配色增香 待汤汁收至拌干 下入一些橙醋 再烧煮一小会儿 这道美味可口的家常好菜 甲鱼烧土鸡 就可以上桌了 小年又是爽晚可 土鸡又是现了可 两种味道卡地鸡在嘴巴里的自由绽放 是满嘴流向 越烧越爽油 好家都不得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砖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红血 孟奇清洗八味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哄哄哄啊 书筋 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 剑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味药材 书筋 剑腰丸 强筋骨 驱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 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活翠冬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一说到咳嗽 很多人就会想到川贝盾离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吃就有效果 有的人却没效果呢 这个川贝盾离 其实是一个